针对今年7月的新疆刹车线袭击案 昨天中共宣判12名被告死刑 对此世界维吾尔人大会表示 中共歪曲维族人抗议的真相 升高当地冲突 据中共官媒报道 12名被告死刑 罪名是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 故意杀人罪等 这起案件造成无辜群众 37人死亡 13人受伤 31辆车被打砸 其中6辆被烧 击毙59人 抓捕涉案人员215人 但据BBC中文网报道 流亡海外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李夏提 指责中共歪曲维族人抗议情况的事实 他说 28日数百维族人为反对当局压制而起义 拿起棍棒与公安对治 有21至24名维族人被打死 汉人有13人死亡 都是公安和政府官员 共产党自来的就是用谎言来进行统治 所以他说一切对于都不能成立 对于新疆人嘛 不恐 老百姓人就反对你 反对你 回过头来他的反咬因一头 不是向他宣传什么恐怖分 拿暴力来镇压 镇压不了 这不是解决事情的手段 此案宣判大前天 中共公安部称 10月10号 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 一名女警被杀害 原因不明 杀车袭击案和7月30号 喀什市清真寺亲共的 一马木居马大毛拉背骇案 新疆共处分了17名高级官员 新传人记者 熊斌 舒惨 采访报导